这节课呢 我们去获取标签的数据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需要在clodefunctions下面 找到getLabel Label呢 我们在首页里面已经获取了一次 这里呢 需要去给它改造一下 就不能用普通的数据表查询了 我们给它先注释掉 要使用什么呢 letLabel等于什么 letCollection 然后给它一个表名 我们叫label label呢 我们使用aggregate 我们使用聚合操作 这里呢 我们可以点end 去输出一下我们的内容 拿到label呢 下面的数据 我们不需要去改 首先我们要去处理我们的标签 到底是我的标签 还是一个推荐标签呢 我们首先需要去给它有一个标识 那么这个标识我们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先获取UserInfo 先把我们的用户标签给获取到 怎么获取呢 db.collection 然后user.doc doc谁呢 我们这里 event会给我们返回 userID 然后我们等于一个event 我们把userID放在这里 然后点盖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用户表了 拿到用户表之后 我们应该要获取一个什么内容呢 拿到用户表之后 让我们的userInfo 等于userInfo.data下面的第0项 这样的话可以拿到我们用户表的一个对象 而不是一个数组 把对象从数组里面拿出来 接下来我们需要去怎么做呢 需要去给我们的聚合 添加一个addField去给我们添加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呢 我们叫create 表示当前我们这条记录是否在我们用户表里面存起来 我们用户表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内容呢 在这里写一下 我们会有一个label.ids 然后给我们返回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放的是什么呢 放的就是我们label里面的id 如果是我的标签的话 我们就会把对应的标签的id 放到我们用户表的label.ids里面 我们只需要去查找我们当前记录的id 是否存在于label.ids里面 就表示我们的create是一个true 否则它就是一个false 怎么做 首先我们在全局去声明一个dollar dollar等于什么呢 db.comment.aggregate 先去获取我们聚合的一个操作符 我们用dollar.in 之前我们也用过 需要从数组里面去找我们是否存在于某一项 那么它这里面去接收的是一个数组 第一项就是我们的dollar-id dollar表示的是当前我们记录的一个内容 后面-id呢 就拿到的是我们当前记录的id 第二项其实就是我们的label.ids 那我们就用user.label.ids 这样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web控制台 点开我们的user 它里面并没有label.ids的这一个字段 我们有这些字段 那如果没有字段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里会给我们报错 我们的程序是不能继续往下的 那么我们有一个dollar.if now它是不是now 同样的它是接收一个数组的 如果说我们的user.info label.ids它是一个now的话 那么我们第二项呢 去给它返回一个数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法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给它去添加一个诱基 我们配置一个运行参数 参数里呢 我们找到之前获取的一个user.id 我们给它拿过来 放在这里 我们去运行测试一下 上传 并运行 等待我们的结果 看一下我们的返回结果 是不是正确的 这里呢 给我们报了一个错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上次犯的错误 这里我们应该用let 不能给我们的常量去复制 所以这里去报错了 然后我们去轻功控制台 再去上传运行一下 成功之后返回了我们的数据 我们在这里找一下 create是false 它应该全是false 因为我们当前的user表里呢 并没有去插入任何的label 就是我们的标签嘛 看一下我们的user.id 是9cdc 回到我们的控制台呢 我们在这里 9cdc就是第一个 去管理 我们手动呢 去给它添加一下 叫什么呢 label-ids 它接受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 我们去添加一个标签 我们把哪个标签呢 我们把这个标签 后端开发填到这里面 点击确认 这样我们的label-ids呢 就已经添加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们去轻功控制台 再去上传一下 那么我们第一个数据呢 其实就应该给我们返回tru才对 返回tru就是正常的运行结果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trade就变成true了 说明我们在这里的逻辑呢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 回到我们的一个 我们在pages下面 index这里去请求了一个label 可以看到label的这里呢 其实我们这个参数 当时是测试写的 它其实并没有用啊 我们给它删掉 label这里 如果我们不传参数的话 其实默认 它应该只去拿到当前 我们这里有一个 我的标签 下面的推荐标签 它应该是拿不到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要去给它处理一下 如果要去处理它呢 我们需要怎么做 然后回到我们的云函数里面 这里我们去给它返回一个type 然后我们去判断一下type type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去 如果说我们的type 等等于all的话 我们就去返回所有的内容 如果不等于all的话 我们就返回当前的一个参数 那么我们怎么去返回呢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加一个match match我们只需要判断 我们的create是true 或者是一个false 我们是不是就能判断 我们要返回的数据了 那么我们把这里去给它删掉 我们这里去给它一个字段 我们叫matchobject 然后把它我们去前面声明一下 light matchobject 等于空对象 如果它不等于all的话 我们就让matchobject 它的create 我们等于tru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只返回 当前我的标签 这里的这些内容呢 我们最后把matchobject 给复制到这里 这就是我们返回指定标签的一个方法 然后在参数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加一下 先不用加 不用加默认的话 就是没有嘛 默认肯定是不等于all的 那么我们只返回一条数据 看一下对不对 我们上传并运行 然后轻轻下控制台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只返回来一条数据 如果我们把它的参数 去给它加上 type 是all的话 然后我们去上传并运行 清空一下控制台 然后拿到了我们所有的标签 这就是我们get label 云函数的一个处理 我们都去做了哪些工作呢 首先获取了我们的user表 user表我们拿到之后呢 使用聚合 去获取我们label表里面的内容 给我们每条记录呢 去加了一个create字段 create字段通过我们的id 在我们user表里的labelids里 去寻找当前这个表的id 是否在我们user表的labelids里面 如果有的话 我们去给它返回一个true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返回一个force 如果create是true的话 那就表示是我们的标签 如果是force的话呢 那就是其他的标签 最后呢 我们通过match添加了一个判断 如果create是true 我们就只返回我的标签的这些内容 通过type值 默认的话 我们的type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只返回当前我的标签的值 如果我们是out的话 那就给它返回我们所有的值 并且携带一个create 这就是我们getlabel的云函数的内容 谢谢大家